製作人物 我本身除了區議員之外 也是關愛隊的成員 梁哥 太好了 現在的職務更加改善社區現有的問題 我發現其實去幫助別人解決某些問題 對於我來說,是我覺得很開心的事 對,如果有甚麼不知道 打過去問我,好嗎 可以了,不用客氣,再見 冷氣機也開不了 廚房… 可能自己身體有些情緒的變化 他感覺不到 但當他發現的時候 家裡已經變成一個大家所謂的垃圾屋 你的數據是否簽你想把垃圾丟掉 還是替你分好女生地擺盤 我現在有精神,平衡的東西 會給你 收工 簡單來說,第一個,我先幫你先做房間 第二個,看看有沒有機器可以幫你 先收拾房間 第三,我會找社工跟進你的情況 我記得我爺爺以前教過 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 就會有人會欣賞你 但沒問題,我們全部都會接受 對… 我剛上任了四個月的區議員,陳映君,Yanky 很忙,除了區議員的工作要做之外 我都要做服務 兩個工作結合在一起 可能工作量就會變大 現在是九點四十二分 十點 這次開會是交通運輸委員會 速戰速決,給我一個美好的早餐 早安,早安,早安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不用了,不用了 他們說想知道我們平時的區議員 生活是怎樣的,所以就約了我 好了,正直就是二人第一項 就是通過交通運輸委員會 2024年,2月20日舉行的 2024年第一次的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就是 北環線主線項目進展的回報 北環線主線的鐵路方案 亦於在去年刊憲 環保署亦於在今年二月審批項目的 環境報告之後 發出了環境許可證 我們也希望今年內 在北環線主線修訂的方案 刊憲 並於 這位是我的辦事處 是我和張欣怡議員的聯合辦事處 除了天水村有一個 我們在銀座嘉湖商場那邊也有一個 誰有兩位 這個辦事處是區議員 上任後可以自行申請的 這個位置在公屋 他的租金也會比較便宜 因為我們區議員 每個月都給我們一個預算 我們的營運開支 營運開支包括了 你可能平時請的助理 以及你的租金 或者你平時要做的活動 或者要買的東西 強積金、保險等 都包含在裡面,宣傳品也是 你會享用這個有限的營運開支 做到你區議員想做的事 喂 喂 喂,伯伯 對,沒錯,陳小姐 你好,我想問今天下午 你幾點會在家嗎 他兩時半,能否回到 好…你告訴我,謝謝 麻煩了 那這裡開甚麼時間 我們一、三、五開十至六 之後星期二和星期四 就開到八點 十點到八點 等我一會,有電話 喂,明哥 我對政治一直都不太有興趣 但我是對服務街科這件事很有興趣 因為其實我大學時讀的是社工 我記得我出去實責的時候 發現其實去幫別人解決某些問題 對於我來說 是我會覺得很開心的事 好,先給你電費單 還有兩個證件 還給你 多少電費單 大概在12月前 會進入你的電費帳單 留意一下帳單,可以的 演藝人、演藝人、演藝人、演藝人 這個堅明哥 還不是 拍攝紀錄片而已 可能我的性格有點開朗 或者比較喜歡跟別人聊天 我會覺得落在其中這件事 但一開始,其實我大學時有創業 因為疫情發生了 可能工作性質變了 這樣一個機會 進入地區服務 一開始,其實我是用義工來做的 之後慢慢從義工 有些前步覺得不錯 之後帶我去做了社區港市 做了一段時間 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就參選了這次的區議會選舉 下午有甚麼安排 下午我現在先去馬州口岸 我們要看B1巴士線分岔 都是今早的交通委員會 額外活動迷 我去完4時的落馬州口岸 之後我就要再出金鐘 希望今天9時半之前可以回家 現在的職務更加多是收集市民的意見 或是改善社區現有的問題為主 關鍵也可能針對某一個社區 關鍵他們那群社群 可能是長者或其他有需要的家庭 基層家庭也好 對他們進行一定的服務 說了一句 我是很熱愛這個社區 我不會用悲情去標籤它 其實我可以問我的朋友 大家都是年輕人 我說為何大家都說天所謂很悲情 可能因為之前發生過一些事件 大家對他有這個標籤 但是這個社區 這個地方住的人 是否真的這樣覺得呢 這是你的家 你會否將你家裡 貼上悲情的兩個字 你不會的 安居樂業而已 大家都是求 你主要舒服服 大家都很方便 住得很開心 捨得很開心 你會用悲情去貼上標籤 這個辦事是社區工作點 我辦了這個 先打開這個 這個你拿過來跟小朋友換嗎 是的 那你這些工具是否分享給其他小朋友 是 我們外面有個位置特意安裝了一些架 給家長、小朋友 拿他想換的玩具或是書放在那裡 讓街坊自己走進來選書、玩具 我現在要去輕盛院做街站 因為今天是關愛隊的恆常街站 所以現在正在去我們的目的地 這是我的禮行街站 這是我們天性關愛隊的街站 這個街站 其實開了新的政策 可以找我們幫忙幫你處理填表格這個步驟 我幫你寫一下 好,搞定 不用客氣 你要拿齊好,快點過來辦事處找我 那些名額很有限 我派完滿了就不收 好,謝謝 謝謝 好,再見 再見 不用客氣 而且如果你對你居住的地方 想反映投訴 我可以跟他們說 我再幫他們作跟進 兩血壓?沒有了 先生,有沒有分成中電燃料資助計劃 這麼快?這麼快? 很聰明,很多人都不知道 特地貼一個海報出來,你們都不知道 你有否有我們的WhatsApp的群組 有 對,如果有,我再通知大家 居然是沒有廉價的 我自己給自己的期限 我一定要在48小時以內 一定要回覆街坊 越快回覆街坊,對外更好 你知道我辦事處在哪裡嗎 暫時不知道 不知道,我寫給你 對,到時候拿著文件 你便去那邊交給我 誰的婆婆?這個婆婆 婆婆有拿著長者的心目津貼嗎 沒有 4000元的人都沒有拿 1000元的人呢 沒有 兒子幫你處理就行了 怕你還沒弄 是來的,陳彥坤 陳彥坤 陳彥坤 對,拳妹仔 有頭條 對… 有一次我上班,坐西鐵下來 剛剛到天守衛閘 我跟著我 你不是那個二號的肥妹仔嗎 我說是呀… 不知道你的甚麼關係 反正就是二號的肥妹仔 大家不一定認得我的名字 但可能就著這個形象 認得到我 我也覺得很開心 這次就沒有了,下次吧 下次又告訴你 工作和生活兩個其實是需要平衡的 但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剛剛上任 我覺得我給自己的壓力很大 我希望好好勝任這份工作 爸爸媽媽就說 你整個月沒有回家了 或者是婆婆住這附近的 就說我很久沒見過你了 見街坊多一個家人 現在就是 努力調節中的 但是暫時還未能成功 那你自己覺得 為何會有這個心去做區議 其實只剩下自己很少時間 但其實他付出很多 因為我記得我爺爺以前教過的 我說到爺爺就想哭 對不起 爺爺寫著說 只要你做好自己的事 就會有人會欣賞你 但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 而我回到這個社區 所以我覺得我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之後 自然會有人欣賞我 現時可能這樣看起來很小 但我覺得力量會變大 大家都說我們的期望是甚麼 其實我的區議員的生活 或者我的期望就是不忘初心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加入我們的團隊是因為甚麼 我們的宗旨就是 改變力量源於你我 希望這個社會會多些信任大家 我們的改變 或者我們的未來才會發生得越來越好 接著為您播出 笑逐言開 Merc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